法国电影明星洛伊德有一次去修车 一名女工接待了他 女工长得很漂亮 车修得也很好 这一切都吸引了洛伊德 他想进一步和他接触 便对他说道 你喜欢看电影吗 当然喜欢 我是个影明 女工回答道 好了 先生 你可以开走了 洛伊德却依依依不舍地说 小姐 您可以陪我去兜兜风吗 不 我还有工作 女工拒绝了他 洛伊德依然不死心 他再次问道 既然你喜欢看电影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知道 您一来 我就认出您是当代影店 阿列克斯洛伊德 女工平静地回答 既然如此 您为何对我这样冷淡 洛伊德问 不 您错了 我没有冷淡 您有您的成就 我有我的工作 您来修车是我的顾客 如果您不再是明星了 再来修车 我也会一样地接待您 人与人之间 不应该是这样吗 女工的一喜化 使洛伊德的心灵 受到极大的震动 他在这个普通女工面前 感应到了自己的浅薄的虚妄 盖泽尔是美国一位 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 他的作品 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直被称为天才作家 有一次 他和另外几位著名作家 一起出席现场签售会 许多崇拜者将他围住 一个十一二岁的中学生 从人群中挤到他身边 让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签名 他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那个学生看过签名之后却说 对不起 签错了 我找的不是你 是另一位作家 当时的场面很尴尬 一位助手轻轻地 对盖泽尔说 先生 请不要在意 盖泽尔回答说 我当然在意 但我在意的不是孩子 而是我自己 现在我明白了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们所看中的那个人 对于别人 可以是珠宝 也可以是瓦砾 我们不能期望 别人眼里的自己 会光芒四射 那样会令自己失望 生活中 每个人或多或少的 有些值得骄傲的地方 这就容易产生 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的心理 如果一个人 总是高看自己 狂妄张扬 那么他必将一事无成 而看低自己 谦虚低调 不肆意轻狂 对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将不无必意 看低自己 不是自卑 也不是怯懦 而是一种智慧 一种清醒 诚如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渺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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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